youtube 陳彥廷日前宣布懷上惡寶的喜訊 即將升鬼一甲四口 收穫不少網友恭喜 預產期在明年 他近期開始計劃做月子的事宜 正煩惱著要在家裡做月子 或是帶兒子一起住月子中心 然而他開始查找相關資訊後 發現不管是月子中心或是月嫂 都已經預約不到了 陳彥廷透露懷孕初期 只覺得產檢的人好像比以前多 直到發現這個問題 才後知後覺明年是龍年 由於傳統理念一直認為龍象真強大 吉祥也是成功的好預兆 因此許多孕婦都希望能有個龍寶寶 進而導致明年的嬰兒出生率增加 以及月子中心月嫂爆滿的情況 我們看到陳彥廷的困擾後 都留言表示認同 明年真的是很競爭的一年 要預約做月子變得很困難 看來大家都擁有同樣的煩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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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